怨恨恼怒烦 人身体上的一切不适 最初都是由怨、恨、恼、怒、烦 这五个字生成的 在这五个字中,怨是祸根 人一旦有了怨,必然会生成恨 恼、怒、烦 怨,属于人精神层面的东西 与人的性格和脾气秉性有关 因此,人的性格和脾气秉性 会影响人的身心健康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环境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心情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事情 不可用自己的眼光和水准去要求 太挑剔了,只能是自找苦吃 心情不好的人,大都是爱挑剔的 总爱挑剔的人,一般不会太快乐 人生是不公平的,习惯去接受它 永远都不要抱怨,人少一份抱怨 心里就会多一份阳光 人要除掉善人所讲的怨子 还要切记报复心理 恶劣的情绪是会导致血管收缩 血压升高,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利 愉悦的心情是有助于身心健康 如果人人都做到了身心健康了 那么,这社会自然也就和谐了 抱怨自己的人,试着接纳自己 抱怨他人的人,把抱怨转为请求 抱怨老天的人,用祈祷诉求愿望 这样一来,你的生活会有想象不到的大转变 你的人生也会更加的美好,圆满